咦 神秘人 你俩在干啥呀 哇 好大一箱启蒙姬木大盲盒呀 要送给我吗 什么 要和我换这个啊 我特命大宝剑啊 嗯 行吧 我也玩了很久了 既然你们喜欢 那就成长 你连我得可真快呀 赶紧来看看是什么好玩的 哇 一个大宝剑换这么多正版授权的玩具 知了 这是什么呀 我天 王者荣耀王和珠第二代了 李白 李远芳 还有公顺李 都是新的英雄 嘿嘿 还有还有 哇 是机甲模型 凯德翔天钻甲 真帅啊 还有莫子的金属分棒 回家咯 新开哪个呢 看起来多想玩啊 那就和上次一样 过来吧你 上次三分之地开出了九个英雄 但没有一个是隐藏款啊 这次是新地图河洛 能不能轻轻好好给个隐藏款李白呀 给我开 哇 大美女公孙黎 Q版的啊 也太可爱了吧 武器是把小花伞 外形是只小兔子啊 再来 好像是法师异星 蓝色的头发 背后还有个小辫子啊 这忧郁的眼神 看得我都心疼 你还是赶紧去下棋吧 继续继续 我天啊 这眼睛竟然是一双异桶 应该是赞心失明失影 我发现这里面的背景面板还挺好看的 上面写着每个英雄的登场台词 我开 长着一双狐狸耳朵的李元芳 我喜欢它的台词啊 秘密的秘 探案的暗 简称 秘探 再来一个 手拿狙击枪 我是百里守约 我的隐藏款李白呢 怎么还不来啊 就是你啦 出来 什么 说李白李白就到 可惜只是普通款 手持一把长剑 背后是一个酒葫芦 就是嘴角的树叶竟然是硬上去的 不过呢 这潇洒的形象都真的有点李白的味道 只剩最后三个了 花木兰 裴青虎 最后一个 是凯 没了 隐藏款呢 该说点啥呢 那就来个大合体吧 左边是上一弹的英雄 右边是这次开出的新英雄 给我合体 不过这种拼插的收纳还挺方便的呢 再等出个几弹 就能做成王者荣耀英雄背景墙啦 就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开出隐藏款 再来再来 给我上具甲 上次拼了赵云和圣武空 拼搭手感不错 还没过足影呢 刚好神秘人又送来了 莫子的金属风暴和凯的翔天钻甲 简直太酷啦 开工 和上一代的圣武空赵云一样 属于比较简单的模型拼搭 厉害的小伙伴 估计一个小时就能做出来了 好啦 那咱们就直接上成品 身体结构和之前差不多 不过单从外观上来说的话 变得更帅啦 身上的铠甲看起来是那种哑光的材质啊 包括拼接的这种银色都是哑光的 我觉得看起来更高级了 关节行动力不错 整体感受上更紧实了 哇 开的这把等离子巨刀是真霸气啊 来摆个姿势 帅呀 随便摆摆 都是刚不帅啊 本来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只生虎空啦 不过我现在更喜欢这只莫子的金属风暴啦 来来来 小伙伴们也来评评 你最喜欢哪一只 去写在评论区告诉我 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我啦 拜拜